焦点208 连锁与互换 基因连锁 简称连锁 Morgan的果蝇实验 长次灰声与长次黑声杂交 实验结果不符合孟德的自由分配率 主要原因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基因是呈直线排列 控制果蝇刺场的基因和身体颜色的基因 两者位于同一染色体上 因此在形成配子时就无法自由配合 在减速分裂产生配子时 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因此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 便随着染色体至同一配子 这种情形称为连锁 基因连锁 互换 又称为染色体互换 在减速分裂同源染色体复制后 同源染色体配对形成四分体 其中两条染色分体有时在相同的部位会断裂 然后又彼此互换一部分的染色体 这种情形称为互换或称为染色体互换 染色体发生互换后 位于同一染色体上基因 便和原来不同 称为基因重组 染色体交叉 细胞学家以染色方法观察减速分裂 发现在同源染色体之间 很容易观察到染色体交叉的现象 染色体交叉为互换的物理证据 基因重组 又称为遗传重组 在减速分裂同源染色体配对时 染色体发生互换后 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 便和原来不同 称为基因重组 或称为遗传重组 受精时 精子和卵结合形成受精卵 精子的卵 精子的基因与卵的基因重组 重新组合为受精卵的基因 受精卵的基因组合 与氢带 精子和卵的基因组合均不相同 称为基因重组 或称为遗传重组 互换的配子 一型核子的长次灰生果蝇 可以产生四种配子 大V大B 小V小B 大V小B 小V大B 比例 比例4比4比1比1 四种配子产生的机会不等 染色体未发生互换的配子比较多 染色体发生互换而产生基因重组的配子比例比较少 配子 大V小B 和小V大B的染色体发生互换而产生基因重组 因此比例较少 未互换的配子 一型核子的长次灰生果蝇 可产生四种配子 大V大B 小V小B 大V小B 小V大B 比例4比4比1比1 四种配子产生的机会不均等 染色体未发生互换的配子比例较多 染色体发生互换而产生基因重组的配子比较少 配子大V大B 和小V小B染色体未经过互换 因此比例较多 互换率又称为重组率 发生互换的配子 在全部配子中所占的百分比 称为互换率 或称为重组率 互换率等于 发生互换的配子 除以所有的配子数 再乘上百分之百 可利用各种不同性状的异形核子做释胶 再根据后代表现型比例算出基因的互换率 例如将异形核子的长次灰生果蝇做释胶 跟也就是与残刺黑生果蝇交配 后代有四种表现型 残刺灰生 残刺黑生 残刺灰生 残刺黑生 比例约为4比1比4比1比1 残刺黑生 和残刺灰生是由染色体互换的配子 经受精作用而产生 基因大V和大V的互换率约为20% 基因距离 互换率的多少 和染色体上基因间的距离远近有关 两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距离越远 发生的互换的几率越多 因此互换率可以代表这两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距离 互换单位或称为分磨钢 互换率可以代表两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距离 基因间相对距离所使用的单位称为互换单位 或称为分磨钢 若基因大V和大V的互换率为20% 则这两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距离 称为20个互换单位 或称为20个分磨钢 染色体区域图 简称染色体图 遗传学家利用异形盒子做释胶 根据后代的互换率 将位于同一染色体上基因的位置 绘制成染色体区域图 简称染色体图 借以了解基因的顺序和距离 立体 请回答下列有关果仪遗传实验的问题 第一小题 翅膀长度与体色基因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减速分裂时会分配到同一个配置 这个现象称为连锁 第二小题 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距离越远 互换比例越高 此比例称为互换单位 理论上 实验可得的最高互换单位为50互换单位 若互换率为50% 表示所有的生殖母细胞均发生互换 第三小题 若果蠅的刺肠与体色基因间相对距离为20互换单位 则互换率为20% 第四小题 互换率等于1分之1乘上发生互换的细胞百分率 生殖母细胞连绘时 发生基因互换率为40% 由于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